仔細在臉上打上粉底 畫起眼線 穿上紅色連身裙 戴上後冠 二十九歲的巴西變裝皇后里格斯 一頭長髮 讓人驚艷 她正準備代表國家出戰 國際皇后小姐跨性別選美比賽 里格斯是二零二零年 巴西跨性別選美冠軍 如今要面對世界不同的參賽者 難免有點緊張 但這種壓力 絕對比不上巴西對跨性別者的暴力威脅 根據統計 巴西從二零零八年起 至今跨性別者被殺的案件 高達一千六百多起 其中在二零一八年 每十個被殺的跨性別者中 就有八個是非裔人士 在貧民窟出生長大的里格斯 從小就得面對來自種族性別 和貧富差距的種種歧視 她坦言自己最大恐懼 除了死亡外 也害怕失去家人與朋友 但她依舊堅持著要朝自己的夢想邁進 利格斯這次飛到泰國參加比賽 並沒有人想贊助她 禮服和機票都是自掏腰包 但她希望能為國家帶來榮譽 受新冠疫情影響停辦兩年的國際皇后小姐 今年終於重新舉行 比賽將在六月二十五號 泰國度假順地巴達亞舉行 冠軍能獲得大約三十八萬元 新台幣的獎金 利格斯希望拿到將金後 也能實現自己當媽媽的夢想 近新聞 麥浩麗 蔡蟲滿報道